今天的年轻人应该对那个年代 怀有一种敬意和感怀 任何时代都需要理想 都需要年轻人挽起手来 奔赴自己远大的虔诚 不准传舵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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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操茫大帝谁主臣服 这是对国家命运指问 对人民前途指问 也是对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发展过程当中 怎么去行使革命领导权指问 不断地问 接下来就不断地求索 在不断地求索当中 不断地寻找到属于那一代人的答案 现在我宣布 依据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 党员朝诗人 应设立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南党支部 正式成立了 在创作的前期 我们的编剧团队啊 接触了大量的 党史国史文献素材 我们看过的文献素材 应该有数千万字吧 然后这除了是用我们的脑袋 在看 同时也用我们脚去行走 我们去了长沙 烧山 安园 广州 武汉 我们的团队走了一圈 我们作为后来人 作为今天的写作者 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眼睛 也用我们的情感 去误热这样一段 过了一百年的历史 历史才真正具有了 温暖人心的温度吧 其实我们故事当中 有很多的主人公 除了毛泽东之外 还有很多人同样也是湖南人 我们知道的蒋先云也好 夏明翰也好 还有毛泽东一家人 他的弟弟妹妹们也好 湖南人呢 就是有一些特别典型的性格特点 最有名的就是 就是吃得苦 耐得烦 拔得满 我们也知道 互相文化 今世之用 重实行 物见旅 就是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 他特别强调知行何义 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面 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面 都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 历史伟人 我们和导演和我们的编剧团队 共同在追求 即时和诗意之间的一种平衡 所谓的即时 我们尽量地还原历史的素谱风格 我和王伟导演做了一个统计 在咱们剧本当中 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 应该有400个左右 这当中应该有350个左右 是历史上面的真实人物 我们还要承担 在历史存在的基础上面 对它进行艺术提炼的 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大家也可能会在 《问苍邦》当中看到有一些 发生的了一个人 有用了 是最后我们的 要装着 拥有什么 真心 没有 那 我们 这 再会 这 数据 说 这 制定 这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